你好我是昆仑流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 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昨天咱们正聊到啊 这次往阿拉伯坦时代 准戈尔韩国对南疆的控制就更加深入 实际上现在的回步 已然不是准戈尔韩国附属国那么简单了 就已然呢 是准戈尔韩国的一部分了 次往阿拉伯坦在这一时期 竟然已经在南疆发行了货币 可是我们也知道 这准戈尔韩国呀 那是好战分子 即便说这侧王阿拉伯坦呢 他不想好战 可是这祖宗作孽呀 那就怨不着别人了 哎这个北面虎视眈眈的沙俄帝国 和这个南边 哎西南边 正直如日中天的大清王朝啊 都瞧着呀 这个准戈尔韩国不顺眼 那相对而言 这维吾尔人呢 他还是好统治的 所以说呀 一旦是两边的边疆有战士啊 这准戈尔韩国呀 就顾忌不到南疆的这些穆斯林 那我们都知道 这草原大寒的这寿数都尝不到哪去 没过多少年呢 这侧王阿拉伯坦呢 也死了 关于这侧王阿拉伯坦的死啊 哎 这个不论是大清的史料 还是这个恶国人的史料啊 无非就是两种 第一种说法呢 就是这个很正统 哎 很符合人性的说法 就是说哎 这个侧王阿拉伯坦的长子 嘎尔丹侧林和他的这个树子啊 这两个人都有战功 并且呢 战功赫赫 哎 这个侧妃生的这个树子啊 就想啊 也要取得韩位 可是呢 无奈有一个敌长的大哥 于是呢 就害死了自己的韩王 那个侧王阿拉伯坦 然后呢 再害死这个敌出的哥哥 嘎尔丹侧林 可是这嘎尔丹侧林啊 他先知先觉 就把这场叛乱啊 平定了 除掉自己的树母 以及这个弟弟之后啊 当上了准嘎尔部的大汗 那另一个传说就很违和了 就是这个嘎尔丹侧林啊 想提早接班 于是啊 就一口气 杀了自己的亲爹侧王阿拉伯坦 以及他的树母 还有他这个小弟弟 那实际上啊 无论是哪种结果 和咱们这部书啊 关系都不大 那有人就说了 那你为什么还要废话 把这些事交代一遍呢 实际上这就是个影子 最有趣的是什么呢 最有趣的是流传在南疆回布当中 这侧王阿拉伯坦 如何的死因呢 那是非常有趣的 在这个合卓传当中啊 有这样一对文字 记载了这个侧王阿拉伯坦的死因 那他是怎么死的呢 他是通过呀 这个无数南疆回布的信众啊 一起祷告 被诅咒死的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说这个侧王阿拉伯坦呢 有一个非常疼爱的小女儿 哎 他和这个土耳霍特部啊 要联姻了 于是呢 这侧王阿拉伯坦呢 就对这个南疆回布的这些 穆斯林们就说了 说我要嫁女儿 所以说呢 就要有陪嫁 哎 这些嫁妆呢 就由你们负责啊 去这个采购 然后呢 供奉上来 说实在的 这就跟明抢啊 没有什么区别 哎 就忘好了 说也算是乱贪派 这个南疆回布啊 他也没有办法呀 在人屋檐下 你哪能不低头啊 于是就问大汗 说大汗那行吧 您都想要点什么呀 好家伙啊 这侧王阿拉伯坦呢 狮子大张口 他说呀 我得要啊 从印度送来的大布 珠宝 钻石 绿宝石 等等等等 那实际上 印度出这些东西吗 那印度不出这些东西 哎 这个侧王阿拉伯坦呢 也是个土鳖 哎 他指的大概方向 哎 指了指印度那个方向 实际上 这些东西啊 应该是出自这个斯里兰卡 这南疆的这帮合作一听啊 还没说哭了 死的心思都有 这这 我哪给您弄这个去呀 后来没有办法了 这帮人呢 就聚集在清真寺当中啊 一边商量对策 一边哭 呜呜的哭 后来呢 就改成了集体的哭诉祈祷 哎 您要说啊 这听故事 讲故事 一个意思 要说这讲出来精彩 听着好听啊 那还得是人家 有信仰的地区 这无神论地区 永远没有什么好故事 哎 这一讲 斗地主老财 您觉得有意思吗 这个 您瞧这南疆这帮合作 聚集在这清真寺里 一哭诉啊 天空中 一个声音就出现了 这个声音的郑重的告诉了这些穆斯林 他说呀 真主 于是你们和我们远离这一卡尔马克人的所有罪过 你们要充满希望和信心 祷告已被接受 我也不知道 这信徒们一说话呀 他为什么就这么啰嗦 实际上翻译过来就是一句 你们行了 别哭了 这事我知道了 给你们办好了 这第二天呢 就听说了 这侧王阿拉布坦的死了 怎么死的 被毒死的 谁毒死的 还不知道 于是这合作传里边就肯定了说这侧王阿拉布坦之死那就是神哎他写了灵了那您要是问我怎么看这事啊哎您要是个叫门指着我鼻子问呢我就说没错没错这合作传上所载的内容啊我个人深信不疑那您要是个这个非宗教人士问我呢那我就得这么说了哎您负责听书我负责说书我说的东西都是有出处的那关于对不对的那一切都以您的判断的东西是有出处的那一切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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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出处的那 按道为准您说是就是您说不是就不是哎咱们交代清楚了省的麻烦并管是怎么死的吧总之这大韩那策望阿拉布坦是尿戏了哎策望阿拉布坦死了以后呢盖尔丹策灵即位对着以后的事啊这合作传里他还有交代说这个神呢处置了大韩策望阿拉布坦的余危尚在所以说新任大韩盖尔丹策灵啊心有畏计于是啊就把这帮啊 囚禁在伊犁当做人质的和卓们 都召集在了一起 这书上的原话是这么说的 说这穆斯林们呢 你们回故乡去吧 去过你们往常的生活吧 和卓你们也回去 继续担任这个四成之主 是哪四成呢 就是这个喀什卡尔 伊尔强和克尔苏 还有和田 那让他们回去是做成主吗 不是 让他们回去做韩王 您看这就看出来了 这个嘎尔丹侧灵和他爸爸 侧往阿拉布坦的施政方向 完全不一样 侧往阿拉布坦是绝对不能够容忍 南疆再有什么教主韩王的 可是呢 这嘎尔丹侧灵啊 明显的呀 就缓和了很多 实际上这也都是假招子 你想去吧 这韩王能分四个吗 要封也是封一个呀 这不是跟乾隆皇那一样吗 给这厄鲁特蒙古封韩王 一封封四个 四个韩王就等于没有韩王 这杀寡存罚呀 不能决断 只能收领着来 那您想这韩王他干着多没劲 那么实际的情况是这样吗 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了 这嘎尔丹侧灵放回去的 其实只是黑山派的一支 因为他认为这黑山派 已经臣服他了 白山派呢 看起来很有傲骨 不得听我们的指挥 于是这白山派的合卓呀 继续关着 这嘎尔丹侧灵放出来的 就是黑山派的大合卓 达尼尔一支 这达尼尔啊 领了大韩的旨意之后 就回到了南疆 和他的儿子分别做了 刚才咱们说的 那四座城池的城池之主 其他人呢 咱们聊不了的 跟咱这部书 关系也不大 咱们主要得提一个人 那就是这个 达尼尔的三儿子 喀什嘎尔的韩王 名字叫做 海泽莱提御速府 那么继续被关在 伊犁的白山派头人 现在是谁呢 这位头人啊 叫阿哈马特 说起这个阿哈马特呀 不明白 这位合卓有两个儿子 那可是大大的有名啊 谁呀 就是咱们这部书 作乱的两位 大合卓 波罗尼都和小合卓 祸及瞻 得嘞 您啊 无论是听书 还是我说说 咱们算有胖了 终于这大反派登场 这下您就明白了吧 实际是这个大小合卓呀 他压根啊 就没出生在南疆 他们出生啊 是和着他爹 被囚禁的阿哈马特 一起啊 在伊犁 在准干尔韩国的首都 我们说呀 这个在这个宗教主导的 这些民族当中啊 凝聚他们的力量 不光是民族这个力量 还有宗教力量 咱们就说呀 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位 这个喀什嘎尔的韩王 海泽来提玉宿府 实际上他呢 就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维吾尔 并且啊 在成年以前呢 也并没生活在一个纯穆斯林家庭 那有人说 这不是胡说吗 人家是贵族 人家是合卓 这可是达尼尔合卓的三公子 那怎么这血统上还出现问题了呢 我想啊 很多好朋友啊 是喜欢听某人在血统上有问题的故事的 哎 您别着急 明天呢 我就把这个黑山派 最后一位有作为的合卓韩王 这血统问题啊 给您掰扯清楚了 得嘞 喜欢我的故事啊 还请您关注点赞 并准发您的长按点赞 那对我帮助是很大的 我在这儿啊 先谢谢您 咱们明天接着聊 咱们再来